为了更有效把反毒观念推广到各个社区角落 华联县卫生局毒品危害防治中心 今年选定了北中南五个社区要作为无毒家园的示范店 而第一个无毒社区的瑞穗乡的穗翔部落 在文件站长辈共同彩绘的围墙 有圆明图腾加上毒品防治标语 就是要把反毒资讯和观念传递给部落的孩子们 近年来毒品种类甚至包装不断推成初心 军少年根本无从辨识 造成年轻学子在不知情或是好奇之下而涉毒 华联县卫生局毒品危害防治中心 今年选定北中南五个社区作为无毒社区的示范点 并且选定瑞穗乡的瑞翔社区温泉部落 作为第一个推动的无毒社区 而在推动毒品防治宣导上 也特别结合了文件站才会美化社区老旧的围墙 色彩鲜艳的山水与原住民族图腾 搭配毒品防治的标语 就是要将反毒资讯与观念传递给部落孩子 卫生局这个全境社区的一个计划 那我们今年度总共挑选了五个社区的协会 那在我们全县北中南 总共来办理50场的一个宣导活动 那宣导活动包括在社区 包括机关包括在校园 那我们这个瑞翔社区 它已经乘坐第三年 那成果非常的好 所以今天有办这样一个他们的一个群星社区的成果展 那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彩绘的一个 那这些彩绘都是我们的社区长者 每个人这样画出来的 那这个代表寓意是他们真正的关心我们的社区 那也关心我们的儿女 能够远离这个无睹的一个环境 这面彩绘墙是从8月4号开始彩绘 许多文件站老人长辈第一次接触到彩绘 感到相当的新鲜 好我们这个彩绘完毕之后 我们长老都很开心 我们有了这个彩绘的话 那以后我们子子生孙就知道说 原来我们前辈的我们的部落传承是如此 今年就是我们想要做一个无毒家园 然后来警惕我们部落的小孩 我们是这个地方是不能碰毒 虽然你们在外面也不要碰 这个彩绘墙我还会再换一些隐藏版的 我们的三猫 还有就是新兴毒品不要赌的一些文字意象 才刚刚结束一连三天的部落遗迪性 而正面围墙已经成为返乡参加祭典 部落族人拍照打卡的热点 花莲县毒品危害防治中心 就是希望借着社区多元文化来加入 来宣导反毒的观念 形成无毒总动员的社区新运动 接着刘明胜花莲采访报道 请订阅明胜花莲采访报道